有很多人問林鄭為何她經常失蹤 是否整個政府停擺 有些人都說你早就不要出來 你出來只不過是令人更生氣 辣慶大家 究竟香港人想她出來見人 還是不想她出來見人 我想最多都想她什麼 想她下台 昨天又出來見記者 主要是講經濟 找了陳茂波 說香港經濟面臨很大的問題 跟沙士差不多 很多經濟學者已經說她是誇大其辭 究竟香港經濟面臨的問題 確實是存在的 不過是什麼原因引起呢 是因為連串的示威活動 當然會有影響 尤其是對於很多國家 對香港已經發出旅遊警示 一定會對遊客有所影響 對零售業有所影響 但是可能最重要最關鍵的原因 是整個外圍的經濟 包括中美貿易戰 那個輻射已經到了香港 但是林鄭現在很厲害 厲害在哪裡呢 核心的問題就不說了 就將那些問題 將她面對香港的難題 經濟 經濟等等 拆開一碟就賴 這個示威 為何會有這麼多的衝突呢 她又不說 只不過叫大家停 大家要想想 香港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她不說整個問題 關鍵在自己一個人 大家想一想 很簡單而已 6月9日 100萬人上街 她如期立法 6月12日打算異讀的時候 出現大規模的衝突 如果在6月12日到6月16日 200萬人上街之間 她已經宣佈將這個例 將這個修訂不搞了 撤回了 又或者 6月16日 200萬人上街之後 宣佈將這個修訂撤回 徹底的 真的是 The bill is dead 然後再成立一個 有關警權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不會搞到今天這個局面的 即是說今天這個局面 是她一個人做出來的 但她今天 將所有的責任 推到一些前線的示威者身上 那個運動真的變了質 那個運動變了質 不是說有人搞革命 不是光復香港 不是時代革命 這個運動變了質 本來是真的反送中的 突然去到因為在她縱容下 警察變了一個大怪獸 完全沒有任何制衡力量 變了什麼呢 變了市民 一般的市民 包括街坊 包括踢拖 穿睡衣 在街上的街坊 和警察的仇恨 不只是那些 Full Gear 前線的 年輕人和警察的仇恨 變了整個問題的關鍵 運動的方向 已經到了警民的惡劣關係 狂暴警察和市民的惡劣關係 整個問題已經到了那裡 她又可以轉移到視線 關於送中的問題 是不是撤回的問題 她又可以轉移到視線 所以說這個人 他每一步都是 經過好計算 出來 告訴香港市民 而這個計算也是一個惡毒的計算 恐怖的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大家對林鄭這個人 根本完全不需要有任何期望 我經常都說 即使你出了解放軍 平息了這個動亂 之後 究竟 特區政府可以怎樣繼續管治 林鄭怎樣可以繼續管治 這個問題 其實 沒有人能夠說出來 林鄭自己也解決不了 昨天她出來見記者 說了很多經濟 其中一段是回應英文記者的提問 今天也有相當多的 網上的文章 又或者一些KOL 對她這段文字 引起極大的反響 非常之憤怒 她那些文字是英文說的 因為回應英文記者的提問 大概的意思就是這樣 她說有一小撮人 他們不介意 摧毀香港的經濟 他們不介意摧毀香港的經濟 而且 這群人 對香港社會 毫無建樹 又或者毫無貢獻 這社會由很多人 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建設出來 但這群搞破壞的人 對這社會是毫無建樹的 英文是這麼說的 她說 是一個小撮人 他們不介意 破壞香港的經濟 他們沒有在社會上 很多人 有幫助建設 OK 然後就說 所以這麽多的暴力 令到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經濟 對香港社會的生活 造成巨大的損害 重點就是 這群年輕人 這群示威 衝擊 勇武的年輕人 對這個社會是毫無貢獻 毫無建樹 這個社會 由一群很大群的人 包括她當然 花了很大的努力 建設出來 但這群對香港社會 毫無建樹的人 就肆意去破壞 聽完林鄭這番說話 我的心裏 不是很多人覺得很意外 因為這種精英主義的想法 不是第一次聽過 在高官的眼中 在高官的口中 我在私下跟他們聊天 或者在公開的場合說 他都是對一些 反對者 對一些年輕人 都是那種 癡之以鼻 不以為然 講過不止一次 這種態度 是講過不止一次 舉個例 羅范昭芬 搞教育 現在是行會的成員 他搞教育 我忘了是 什麼時候有香港 教育改革 很清楚教育改革 他跟美國將大家一起搞到雞毛下別 很多人批評 包括老師批評 自殺 年輕人也批評 羅范昭芬呢 就這樣去批評 或者回應年輕人那種批評 他也是用英文的 當時他有懂的年代 他說這班年輕人 就是List Qualified 去批評 現在的教育政策 或者現在的社會政策 List Qualified List Qualified 就是說 他是最沒有資格 這班年輕人是最沒有資格去批評 現在的政策 社會政策 教育政策 為什麼會最沒有資格 那些人問他 因為他對香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貢獻 而且他是得益者 就是我們前人 為他們做了那麼多事 他要出來生出來 已經在一個美好的生活下 在毫無見樹毫無貢獻 之前 你就出來批評 那你是不是最沒有資格 就是說言下之意 他跟林鄭的想法 言下之意就是 你先做事 對香港有建設性 先納稅 不然你批評來做什麼 你都沒有貢獻 沒見樹 你有什麼資格去批評 一樣這麼說 No state in the society which so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build 你們沒有 或者你沒有任何的關係 你沒有做過事 你只是在機格做什麼 這個是 劉帆子溫 林鄭 都是一些AO 都是這樣想 另一個是誰 另一個就是葉劉 葉劉也是AO出身 大家知道AO出身 官拜去到保安局局長 掃把頭的年代 後來因為23條 蒼黃慈妙 去美國轉了一轉 華麗轉身 現在就做了政客 政黨的領袖 很記得那些 年輕人去稅務大樓 去入境大樓 阻礙人們上班 要不合作運動 按著升降機 第二天就 道歉 鞠躬 葉國謙就視為 後面有高人指點 沒有高人指點 怎麼會鞠躬 當然他作為一個黨 黨員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些人說是 當然高人指點叫他鞠躬躬 後面 黨叫他鞠躬 黨叫他跳海 叫他跳海 但他不明白 人是有自主性 人是有腦筋的 年輕人是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去思考 這班 阿伯 我也是阿伯 但那班阿伯 沒辦法明白 年輕人在想 葉劉怎麼說呢 葉劉又說 你去妨礙人家 去稅務大樓 你都沒有納稅 這班人都沒有納稅 你為什麼要去妨礙人家 做這些事 我聽完之後就覺得 邏輯很奇怪 這三個女人 這三個AO 男人的AO都是這樣想 我想現在的稅務大樓 這個邏輯很奇怪 即是很階級性 很階級性 很世代 即是說 我吃鹽多於你吃米 我貢獻多於你很多 我納稅多於你 我對社會的建樹大於你 於是 我就可以說事 不僅可以說事 我可以說了事 OK 年輕人就對不起了 你初出茅牢 雨臭未乾 你又沒有納稅 又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 你憑什麼 去吵這麼多事 你憑什麼去搞破壞 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當你又沒有錢 沒有納稅 這個邏輯 可以應用在什麼 就可以應用在 好像林鄭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 或者一些相對有錢的資產階級 去罵一些窮人 你又沒有能力 賺錢又少 又沒有納稅 你有什麼資格 還領養 你有什麼資格去批評政府的政策 你對這個社會有什麼建樹有什麼貢獻 其實邏輯是很階級的邏輯 可能聽這個節目的人 有些人會同意也不一定 沒有納稅就沒有資格說話 如果沒有納稅就沒有資格投票 沒有納稅就沒有資格選他的議員 沒有納稅就沒有資格 對所有問題 即使是極度不公平的問題 會影響一個人的自由 人權的問題 他沒有納稅 他沒有對這個社會有建樹 於是 他就 沒有資格說話 我就想問一件 各位觀眾 什麼叫做對這個社會有建樹有貢獻 請問 用什麼來衡量 我問大家 林鄭對這個社會有建樹 有貢獻 有沒有 還是林鄭 如果說破壞 huge damage OK causing huge damage to the economy and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他回應這個 外國記者的提問的時候 這個巨大的 這個破壞 我問 林鄭一個人 對這個社會的破壞 對這個經濟的破壞 大 還是 這群年輕人 或者 對他批評的人 我的答案是很清楚 林鄭 對整個香港 的破壞 是非常之大 不只是經濟 是對我們的核心價值 破壞是非常之大 他 對 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從一開始到現在 每一步都是錯了 而走到如私填地 現在面臨一個極大的困局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走下去 他要負最大的責任 他沒有建樹 他有破壞 他將會成為 歷史的罪人 千古的罪人 將來大家回顧 十年 二十年之後回顧 林鄭肯定是 那麼多個管治 香港的特首裡面 由董建華數下來 是最差的一個 明星最差的一個 他一定會 一定會寫歷史的人 會覺得 那麼多個管治者裡面 是最邪惡的一個 他對香港的破壞 是沒有人能夠跟他相比的 如果說破壞 當然你說有些人對年輕人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年輕人是 香港的未來 是我們的未來 很多年輕人做的事 儘管我們這些長者 我們這些老者 我們這些成年人老餅 是很不以為言 很不同意 又或者覺得他們的方法錯 理想是對的等等 都會 都會 做好做大 表面上 都會對他們 多幾番的 呵護 或者是 叫做包容 不會說 你們對香港社會沒有貢獻 沒有建樹 所以憑什麼做這些 你破壞 他們說 他們對香港社會沒有貢獻 他們沒有貢獻 在社會上 有很多人幫助建造 是需要細心去聆聽 去聽聽究竟能否實行 又或者用什麼方法去實行 因為這麼多人一起提出來 總有他的道理在裡面 你作為一個當權者 你覺得這班人因為沒有貢獻 沒有見樹 於是覺得是廢話 不用聽 不僅不用聽 更懷疑 因為沒有貢獻沒有見樹 所以你這裏是異部 我看到不同的人對於年輕人的看法 很多人是真心的 可能是假意的 例如我舉個例 港澳辦的女發言人徐露榮 在最近記者會裡面問到 有很多年輕人去參加示威 很勇武 你怎麼看 表面徐露榮都不會指責這班人 這班對社會沒有貢獻 搞破壞 他們怎麼說呢 雖然邏輯都是覺得很荒謬 他們的說法就是 我看到這麼多年輕面孔 做這些事 我個人都覺得很同心 不過問題是要問一下 為什麼老師會慫恿他們 出去搞這些事 出去暴動呢 爸爸媽媽是否都縱容他們 做這些事 大概是這樣的 就是說他只不過是將 或者是指不過 這個說法都不對 邏輯是很奇怪的 當年輕人沒有腦 一定是受大人慫恿 是受大人洗腦才出去 沒有腦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但他也不會指責年輕人 他是指責大人 OK 他是指責大人 其實都是很偽善的 我覺得都是很偽善 有個幕後黑手的意思 不過林鄭 劉泛昇 葉劉淑儀 這群人同一個思路 覺得這群示威者 抗爭者 做這些行為 你破壞了香港 你又對香港沒有任何建築 沒有任何貢獻 你做這些事 就絕對沒有 就是說 當年輕人純粹是破壞者 他們提出來的訴求 其實是完全不應該看望一眼 都浪費時間 只看到他破壞那一面 覺得他是破壞者 所以不應該對他有絲毫的尊敬 亦不應該對他們訴求的內容 即是連眼尾都不會受他 意思就是這樣 一個社會 如果當權者 視年輕人仇敵 站在對立面的時候 大家知道時間站在哪一邊 如果說年紀 你就六十多歲了 林鄭 肯定是你死先過他們 如果這群當權者 視年輕人仇敵 不惜跟一代的年輕人對抗 這個社會有沒有希望 這個政府會不會繼續有希望 不僅僅是跟年輕人對抗 他現在說的是 這個小撮人 包括年輕人 當然 包括大肚腩的大叔叔 穿著睡衣的大嬸 踢著拖 去罵黑警 那群街坊 這群人對你來說 在你林鄭眼中都是 對香港沒有建樹沒有貢獻 是破壞香港的經濟 但他不會想想 在什麼情況下 連這群街坊都會激怒下街 會跟警察對抗 他不會想想 然後被警察打破頭 在中間的單位大家看得到 他不會想想 為什麼事情會發生到今天這個階段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林鄭的不作為 我覺得她的不作為 不是不知道自己怎麼做 不是不知所措的不作為 是她認為這樣做 是用這個方法 是用這種極惡毒的方法 讓警察的權力無限擴大 然後跟市民產生直接對抗 市民的仇警的程度 爆發到一個相當厲害的情況 然後可能會出現另一批人 另一批普通的市民 又或者有黑社背景的人 甚至是大陸來的人 跟這群示威者對抗 出現人打人的情況 就不只是警察打普通市民的情況 在這個亂局裡 她將自己的責任可以全部置身事外 但是死的 傷的可能是警察 或者是普通香港市民 你說是否一個極惡毒的做法 但我想問除了她能夠繼續坐著這個位置之外 對她個人有什麼好處呢 她有沒有想到她終於一天會下台 她不可以終身制的 做特首 是不是 她的身後罵名會如何呢 寫她這筆帳 或者寫她這筆得債的人 她難道殺了所有的知識分子 不讓人寫 會怎樣寫她呢 將她的惡毒形象 點在歷史上 她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聽見這番說話 我只是打爛陣 有打爛陣的感覺 我在我做了六十年人 做了三十幾四十年記者的生涯裡面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 可以這樣形容一班 對政府 對當權的人 提出要求的人 這樣對待他們 我想也是擴股絕金 今後不知會不會出現 但今天看得到 對我來說真是大開眼界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 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如果你想寫劃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不要再寄到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9為馬鞍山郵局郵箱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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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